花蓮市公所在30号举行了 撒固尔部落文化聚会所的落成启用典礼 这是花蓮市第五座部落文化聚会所 市长温家燕表示 历经多年的争取协调 衷心恭喜主任们终于拥有遮风避雨的聚会场所 而且未来还可以举办各式的盛食祭活动 花蓮市撒固尔部落文化聚会所落成启用典礼 30号上午在国府里盛大举行 部落族人除了安排一连串精彩表演 徐从头目也带领着祈老及众人进行祈福仪式 向主邻宣告部落喜迎盛世迈向历史性的一刻 从我们前头任黄德勇头目开始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 他卸任两年以后接到我这边来 我已经做了两任了已经做了八年 可以说是机会所也要盖这个机会所困难重重了 到现在才盖起来 所以我们经过等待 经过十年的等待 终于把这个机会所盖成了 目前当然是现在新盖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会可以有更多的活动 都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晚上 因为现在我们这边很容易下雨 所以有一个遮蔽的物品 有一个遮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会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前几天还在跟青年讨论说还可以弄个什么团 那个广场舞我们的撒孤尔部落的原民的广场舞 然后来这边聚会一下这样 那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用途 撒孤尔部落文化聚会所不仅是花莲市第五座部落文化聚会所 也是第一个以撒奇莱雅族为主的部落文化聚会所 对族人们来说具有格外意义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撒孤尔文化部落聚会所落成 那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很多的人 那刚刚在致辑也有说到 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前几任的一个市长 从103年开始 这一条路其实走了10年 那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 那我想中央地方一条心 我们会全力的来打造我们一部落聚会所的一个特色 那在这边已经 今天是第五座了 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座能够坐落在花莲市 让族人有一个修路器的一个空间 大家齐心齐力来把它完成 那至于还有一些部落 还有很多的需求要聚会所的启用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 当这今年跟明年我们严明会也编列了 4亿多的费用可以来解决 预算跟聚会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公所跟花莲新政府 一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后 经费我们就可以来到位 为了让撒顾尔部落文化聚会所 精神尽美 市公所除了重新整顿周边环境的设施设备 也积极争取经费要改善对外的联络道路 而公所目前也已完成 极科普部落文化聚会所的规划设计 期待建设经费尽速到位 让花莲市尽早迎来第六座部落文化聚会所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